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了 今天晚上应该很多人都会熬夜 因为都要锁定这个苹果的直播 这个年度盛会 也就是这个iPhone 还有相关的苹果商品的发表会 这是大家最看好的 其实当然还是iPhone 到底会端出什么样的把戏 还有这个好礼来跟大家相见 像是这一次iPhone15还有Plus 可能会有新增动态导的一个情况 还有iPhone15 Pro and Max 其实预计呢会配备动作键 还有会不会配备Type-C 其实现在也都是传言四起 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部分 以及这个主镜头 像是这个iPhone15 Pro and Max 会配备这个潜望式的镜头 希望可以改善它的变焦功能 但这现在都是传言 而且大家都在看说 等一下深夜的发表会 会不会正式的来跟大家解答这个消息 还有就是Apple Watch 还有AirPods 改善这个Type-C的充电方式 甚至改善自动装置的切换 也都是大家在猜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但这一次如果你买这个iPhone15 Pro 可能要特别注意到你的产地 因为据传这次会有硬度制造 文如流沙般的魔幻风格 全球果民引颈期盼的苹果发表会 即将在台湾时间十三号凌晨 一点登场 香港论坛流出一次iPhone15 Pro 的新机照 很可能是今年新增的颜色太坦灰 不过照片是真是假还无法证实 能确定的是 未符合欧洲法规将把专用的Lightning接头 转为Type-C标准接口 不只如此 果民习惯的实体静音按键也可能取消 相机功能的部分 传出最顶级的15Pro Max 可能采用潜望式变焦镜头 并以钛合金取代不锈钢设计 让新机整体的手感更加轻盈 发表会前高通宣布将供应苹果5G晶片 一直到2026年 这代表苹果自行开发的晶片还没有成功 代工厂台积电成为最大赢家 不过欧系外资认为 经济不景气恐怕影响购机意愿 已经将iPhone15下半年的备户量 下收到7800万只 继续新闻综合导 就你来看这一次的iPhone15 可能会有什么的亮点 还有这一次的发表会 我觉得有几个特色 就是说他这一次Pro系列 他会搭载台积电三奈米的一个制程的晶片 那等于是说这个三奈米 是首适用在手机晶片上面 那除此之外 就是说Pro Max这个顶规版的 他有潜望式镜头 那他会搭载到6倍的光学对焦的一个功能 那除此之外 就全系列都有所谓的USB Type-C 那甚至说也没有刘海 都是全部都是动态到 那等于说这一次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算是 以外形上面来说 是蛮明显 跟过去的产品是有区隔的 那您觉得有惊奇吗 以这一次目前曝光的亮点来看的话 惊喜的话 我觉得就是会好奇这个情况式镜头 他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拍照功能 除了这个6倍的光学比较好之外 就是说 看他的一个拍照 能够达到什么极致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 因为他这一次 其实都传回很久了 那这些传粉 其实我相信很多果粉 甚至说很多消费者 其实看网络新闻都已经 看到有点看到烂了 就是大概都知道说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没什么错 现在似乎大家 虽然都还没有看到 iPhone 15的本尊 但是光是外面外流的留言 可能都让大家 大家都已经把这个新的手机 给摸透了尤其他的功能部分 而很多人像是何正达 以及这个Ashley后援会 大家其实都要等凌晨一点的 苹果发布会 但其实也有这个网友说 水果机不碰啦 他本身不是水果 不是果粉 但是威廉谢就说 他果粉在今天晚上 还会熬夜看一波 但其实我蛮想问大家说 你在这一次 如果iPhone 15出来的话 你会打算换手机吗 那哪些族群的人 换手机会比较有感呢 其实这一次 刚刚我们大概简介了这些 可能会有目前外流传言的 iPhone 15的一些改变 那其实专家就说 有三类人是可以升级的 第一个 如果你的手机不支援iOS 17的话 你或许可以换 还有你可能本身手机的硬体 会有些重大的维修 可能需要调整或是解决的话 也许你可以加入换机一族 还有如果你想要体验iOS 17的功能 其实也都可以换 不过像我自己本身是拿iPhone 12 专家 我下午在访问专家的时候 他说或许我也可以加入换机族群 还有哪些的亮点 还有哪些人可以考虑换机 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我想要请教利友哥 这是4万块的顶规手机 真的果粉会有兴趣砸大钱换机吗 还有你在使用哪一代的iPhone手机的民众 是适合换机的呢 我觉得基本上果粉 他在iPhone新机一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都有一定的人会去换这个新机 代代换新机 尤其是这个新的颜色 或者是说这个Pro Max 新的一个版本 这一次有搭载前方式镜头 都还是有这个固定的一个族群在 只是说这个首波销售 他的会不会产生缺货 然后甚至说这个缺货会延长到多久 这个就要去看他的一个销售动力 是否能够延续到多久 那我虽然说这次的iPhone会涨价 但我觉得首批 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冷潮存在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存在 那至于说什么样的消费者 适合去换机器 基本上就是说像iPhone13 甚至说iPhone12 的一个消费者 我觉得时间到了 合约也到了 就基本上该换 那甚至说有些可能朋友还在拿iPhone8 甚至更早之前的iPhone手机 这个我觉得是时候可以换新机 不管是外形的改变 甚至说效能提升 尤其是相机规格 我都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换机的动作